认为说是人民币是被中国人为的去压低了人民币的价格 这样给中国的出口带来了这种有利的 这样的就是说是来补贴了中国的这样的出口 那么致使美国制造业损失了就业机会 所以美国一直在希望中国人民币升值 关于人民币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我认为人民币其实大家美国的一般的看法是 它现在是低估等等 当然基于怎么做可以通过协商 那中国现在呢也进行一些这个进行一些这个运作 不需要呢这个这个盛世 它的这个币值增值 我相信这个美国的这个情况还要要看看啊 美国的现在这个失业率呢是高居高不下 可能呢会对这因此对中国施压 那么要看中国的这个反应怎么样 所以呢我呢不想就这个六个月或者一年的这个结果有什么这样的这个预期 但是的确呢是引来了我们之间的这个紧张 下个星期也就是1月19号的样子如果没说错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要到华盛顿来进行访问 那么在您看来除了胡锦涛的这次访问是对奥巴马总统2009年的一个访问的回访以外 是一种礼节性的访问以外 在美中关系上在您看来奥巴马总统最想和胡锦涛谈的是什么 胡锦涛最想和奥巴马谈的又是什么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都谈过了 那么包括这个汇率问题 包括北韩问题 那么还包括200里海里这个问题 还有这个对台军售等等问题 那么这些呢都应该在日程上面 都应该呢进行讨论的 当这个元首会面的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会也会大大的这个宣扬一些这个进展的成就 那么希望啊他这个发新闻 这个稿的这个时候呢 能够告诉我们更多好消息 当然我们刚才谈到的是美中关系当中存在的这些问题 或者是说一些分歧 美中两国之间的一种这种分歧 刚才我的问题是想让您分析一下 奥巴马会把和胡锦涛这次会谈当中 他最想谈的 他认为奥巴马认为最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美国方面是什么 我呢不能够猜测奥巴马总统都在想什么 但是呢如果我是他的顾问的话 我呢就会 首先呢这个重中之重呢是朝鲜 因为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会导致战争 那么同时呢我也会把人民币汇率放在上面 因为美国现在的这个政治 这个经济这个情况啊非常糟糕 我们的这个一些失业率呢是居高不下的 那么这个呢跟汇率有关 那同时呢我也看一看军事方面 那一些这个是不是能够这个成立一些工作组 能够呢解决问题 尤其是解决可能发生的一些 这个两国之间的问题 我觉得这些都应该在这上面 当然有时候啊 这个美国总统想和中国的国家主席想谈的 美国方面认为最重要的问题 不一定是中国的领导人 一定认为是他首先想谈的 我们再来预测一下 胡锦涛这次到华盛顿来 和奥巴马会面 胡锦涛最想谈的 如果要是让您站在胡锦涛的立场上 应该他可能是最想谈的是什么问题 我相信他可能会谈到这个对台这个军售呀 还有的这个这个朝鲜的问题 也会说200海里这个特殊军事区的问题 那么还有这个说明为什么不能很快的调整 人民币的汇率 他可能也会谈到这个南海的一系列的这个岛屿的领土争端呢 当然他比对中国的了解要比我多多了 所以他的这个日程规定都这样 我们今天这个讨论这部分只有两三分钟的样子 我们线上还有一位观众是新疆的侯先生 新疆侯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想这次这个胡锦涛到这个会见这个奥巴马 我估计很有可能最有可能提的问题 可能就是汇率问题和这个朝鲜问题了 这两个问题 因为朝鲜和中国是一一带水 他们朝鲜和中国肯定是哥们家兄弟了 我认为这个朝鲜问题有可能升级 我觉得这个中美之间增加这个沟通和互信 我觉得对这个解决朝鲜问题有帮助 我觉得 好 感谢新疆的侯先生 新疆侯先生认为可能 胡锦涛更关心的是这个朝鲜问题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关于朝鲜问题 这个六方会谈还有没有希望恢复 朝鲜半岛的局势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 现在看起来大家都认为好像很紧张 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 会这样吗 对 对 朝鲜最近 提出呢要与这个韩国和日本的恢复会谈 那么但是呢是被拒绝了 这个韩国认为这不过是这种一种宣传 它并不是有诚意的一种一种要求 那么而且呢它是公开的这个提出这样的这个要求 而不是私下的这个提出的 也就是说呢是这个韩国韩方呢是没有收到这个朝鲜的 一些书面的这个要求的 我觉得 当然这个会谈最终是恢复的 但是不是目前 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访问中国的时候 美中联合声明当中提到了要美中要共同面对地区于全球挑战 在您看来美中两国所面临的共同的双方都关心的这样的挑战是什么 无论是地区的东亚地区的还是全球的 这样吧我觉得这个问题 包括啊这个恐怖主义啊还有这个朝鲜啊 那么同时呢也有解决岛屿的这个主权的纷争啊 那么还有啊这个我们印度和这个中国边界的这个问题 有一些报道说呀啊这个这个中方的军队呢 就越过了这个实际的这个控制线啊 那么使得啊这个啊 日印度呢加强了边界的驻军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实时大家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的总裁厚尔曼·破切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的收听收看和积极的参与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除了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接收美国之音的节目以外 你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浏览我们最新的影响资料和最新的文字报道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